第二題 他說有個質量啊 密度是20 立方公尺公斤的那個物體 然後呢 取他是50立方公分 起物理質量多少 好 這個題目呢 他考你單位換算 我順便教你單位換算 如果你還不會同學 我教你來吧 請看一下喔 20公斤立方公尺 我如果換成立方公斤功課重 來請看這邊 請看一下喔 第一個 不懂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這個課程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 很簡單嘛 這不是斜線嗎 這變平的嘛 對啊 這怎麼該會吧 因為這不是什麼東西 這是 立方公尺分之公斤重 所以 他把斜線換成平的了 這個我講應該不難 好 再看喔 請看喔 200兆鞋 注意看 一公斤等級功課 200 200 2000 1000公斤 m公斤是等於1000公克 好 起來去 再來 難得來的 一立方公尺等級立方公分 老師話在 來 請看 快點快點 一公尺才幾公分 100 100公分 所以當我是立方的時候呢 這邊是不是跟著立方 所以請問你 130次方多少 130次方 100 對 是不是100乘100 100 所以幾個0 60 對真棒 100乘100乘116個0 所以要等於 123456 個0 所以我知道說原來一立方公尺就是100萬立方公分 所以這邊呢不好意思你要換成100萬立方公分 好 接下來開始換算囉 來看一下喔 3個0跟3個0約一分 2個0跟2個0約一分 所以等於答案就有10分之2等於0.2 立方公分之克 所以我終於知道了原來200立方公尺分之公斤就相當於0.2 所以要除幾倍知道嗎 要除1000倍 會嗎 先告訴你為什麼除1000倍囉 好接下來你看這邊 我剛才都說了嗎 只要看到密度怎麼辦 最起碼公式 D等於什麼 B分之耶 題目有找質量嗎 來看這裡 我不要找質量 所以我找什麼東西 找質量的話我可以找密度跟體積吧 密度有沒有 密度有 這邊0.2 體積呢 有 這裡50 質量就是你要找的答案 所以兩個相乘吧 來吧 請問你 0.2乘以50是多少 0.2乘以50 2乘以50 哪是 10 相乘耶 相乘耶 是10啊 所以才出來 只要是10公克 你真的很慘 這樣會了 好 這講解我們休息一下 來第三題 第三題打10顆星 這個題目我很喜歡考 他說把一個木塊啊 切成比較小塊 然後呢 體積比是3比1 請問你密度有多少 點算不用算 肯定1比1 為什麼 你只是把木塊切兩半而已啊 請問你 這兩個木塊 我畫個圖片看喔 原本是一個木頭對不對 你把它切開來變3比1 請問你密度有改變嗎 啊同一個木頭啊對不對 分辨量不會變 記住喔 同一種物質 密度就應該一樣 我再說一遍 同一種物質 密度就應該一樣 所以密度就應該是1比1 阿老師 阿壓縮咧 他有講他壓縮 沒有 好再來 如果他講的是質量比的話 質量比跟那個體積比 就應該會相同 對不對 因為既然我們要切3比1的話 體積感3比1 代表質量呢 也應該是3比1 這樣子的體積度才會變成1比1 這樣子 會啦齁 OK 好這個你把它寫上去 好冷 好冷 好冷